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具备坚韧的性格才能让你拥有强大的气场 以百折不挠的毅力走出弯路 打败那些困难 战胜那些险阻 跨过那些障碍 并最终取得成功 年轻时的华德迪士尼连维持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成问题 他原本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城里 最初的心愿只是想当一名输家 某日 他到坎萨斯城的一家报社去应聘一份差事 他把自己的作品给主编看过后 主编只是瞧了几眼就不客气地说 不行 你一点也没有绘画的才能 迪士尼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过了很久 他才找到一份工作 工作内容是化妆室教会的背景化 但是这份工作的薪水很微薄 根本无法让他租一个工作室用来绘书 所以 他只好将父亲的车库改装成自己的工作室 虽然他过了一段很辛苦 很艰难的日子 但是后来迪士尼回忆到 正是当时那充满机油味的车库 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 激发了他的创作潜能 才创造出风靡全世界的迷老鼠 这位从前经常身无分文 最后却成为一个大企业家的华德迪士尼 将所赚到的金钱又全部都投注到事业上 他说 与其将赚到的钱存起来 不如制作出更好的电影来回馈观众 他们是我能够成功的最主要的动力 这种植住而高尚的精神 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个人的钦佩吗 你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你想收获成功吗 这不是一句广告语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请铭记丘吉尔的名言 永远 永远 永远不要放弃 坚韧的性格是强者最值得尊重的一种风范 他们明知不可畏而未知 能够在家缝里求生存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坚是一种品质 即我们常说的坚不可摧 老子说 兵强则灭 目强则折 所以 只有坚是不行的 还得有刃 刃是顽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 只有坚和刃放在一起合成一个坚韧的性格 拥有这种性格的人是无敌的 他们做事专一 认定一个目标 永不放弃 不屈不服 不达目的事不甘休 爱迪生是个天才 所有人都如此地形容他 可是这个天才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他的一生是传奇的 他坚韧的性格 切而不舍地努力 造就了他辉煌的事业 他一生拥有二千多项的发明 被世人称为发明大王 小时候的爱迪生对什么事情 都有助强烈的好奇心 总是想知道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 而且 凡事都喜欢自己动手去尝试才肯罢休 但是 他所表现出来的好奇并不是一时的 他坚韧的性格决定了他做什么都要做到底的 是作风 所以 在他发明电灯的过程中 即便是经受了三千多次的失败 他仍然勇往直前 用坚韧的性格进行自己的实验 连新婚的妻子都因为他太专注于实验而被冷落 终于 爱迪生坚韧的性格造就了我们如此明亮的夜晚 成功者与失败者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只不过是失败者只走了99步 而成功者比失败者多走了一步而已 失败者跌倒的次数比成功多一次 而成功者站起来的次数比失败者多了一次而已 当你走了一千步时也有可能会遭遇到失败 但有的时候成功就躲藏在视线尽头拐角的地方 你只有坚持下去去拐那个弯才能与成功不期而遇 生活中许多人在自己还没有尽全力的情况下 就对自己下了我无法成功的咒语 其实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如果恰好这个时候再遭遇到一点点挫折 那么他就会对自己失去所有的勇气和自信 所以那些失败的人不是没有能力 而是没有坚持下去的良好性格而已 只有经得起风雨及种种考验的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因此不到最后的关头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要相信这句话 成功者永不放弃 放弃者永不成功 那么如何让自己拥有坚韧的性格呢? 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生活中为自己建立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有了目标的人生才是一个能够成功的人生 只有拥有了目标才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才会让自己拥有坚韧的性格 二、培养自己想要成功的欲望 这是一个最容易锻炼和获得坚韧性格的方法 当拥有了一种欲望后 才能让自己的性格得到锻炼 能力得到提升 三、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能力给自己足够的自信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相信 那么还有谁肯相信他呢? 只有真正相信了自己 才会在遭遇到苦难和游禁时绝不会服输 继续爬起来向前走 在失忆的时候也才有坚持下去的勇气 四、学会与人合作 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要学会与人合作 毕竟现在是一个柱 众团队精神的社会 只有了解了别人 适应了环境 才能在群体生活中 与人建立良好而融洽的关系 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有人帮助 在自己困难时有人安慰 五、经常进行体能杀炼 这是培养在困境中的坚韧和弹性的最好方法 在体育锻炼的过程中 能够克服身体的疲惫 精神的惰性 才能完美驾驭生活的能力 强化坚韧的性格 六、拥有坚韧的性格是打造强气场的必要条件 它是你成功路上最完美的护身符 不论什么困难和逆境 坚韧的性格都能让你完美地避过 然后迎接最美好的成功和明天 宽容既是助人也是助己 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不仅需要智慧、勇气和坚定的意志 更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 有些东西是可以自己努力去建立的 但是人际关系却需要你用情感去建立和维持 有这样一句形容人际关系的价值 情是生命的灵魂 太阳的光辉 音乐的韵律 花草的芬芳 女人的美丽 生命的一切 宽容型的性格是在别人不小心触犯到你时 你能够微笑住说没关系 宽容型的性格会让你在与朋友有了争吵后 还能想住明天要不要帮他买晚餐 宽容型性格是在自己拥有的同时 想住与别人分享 宽容型的性格是用对待自己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宽容忍让 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孔子认为 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有包容 恭敬 诚信等等的美德 而在这些美德中 以包容为美德之首 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容纳一切的胸怀 宽容大度的人不会伤害别人 也不会让自己受伤 在现代社会中 凡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 都能时刻秉持住宽容的性格来对人对视 这在为自己带来成功的基础上 也同时拥有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困难的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 同样也会收到来自他人的宽容 理解和帮助 从而使人生的路途变得更加顺利 要培养自己的宽容型的性格 首先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纷争 生活总是在一些小事中过去的 所以 不要太在意生活中的小事 这样 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心态乐观一些 还可以让人际关系更加的轻松和谐 如果你一点也不通情达理 制造矛盾 纷争 甚至流血牺牲 都是可能发生的 二 以平和的心态待人 对一些别人注意不到的疏漏之处 要做到一笑置之 不加追究 那么不久你就会忘掉这些 让你觉得烦恼的事情 如果你总是把他人的疏漏昭示天下 那你就会既惹得别人不高兴 自己的心态也难以平和下来 三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做到与人为善 那么别人自然也会如此对你 在你做了 是 或是需要帮助的时候 别人自然也就对你大开方便之门了 总之 宽容别人 实际上你也得到了别人对你更多的宽容 当你具备了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宽容型性格时 你就拥有了无形的巨大气场 互大的亲和力 你就可以平和地处世 宽容地待人 拥有更多的幸福 更大的成功 那时 你的人生也会变得海阔天空 与众不同 三 拥有快乐积极的气场 快乐是什么模样 人们从来没有停止探求答案的脚步 不论何时 何地 不分种族的人类 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寻找快乐 当你拥有了快乐的性格 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 快乐是人类健康生存的必要因素 所以要努力培养自己快乐的性格 去创造人生新的意义 快乐就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只是有时候 痛伤会蒙住你的眼睛 让你无法看清快乐的所在 仔细想一想 工作时 做好一件事情的喜悦之情 回到家里 儿女绕席的天伦之乐 与恋人相处的点点滴滴的甜蜜 一切的种种 都有快乐掺杂在里面 快乐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但是 现在有很多的人都觉得自己不快乐 工作不顺利 与朋友有矛盾 家庭不幸福 因为他们的心里 有很多的制约和枷锁 所以 他们的心情 才无法快乐起来 只有当一个人突破一切烦恼的束缚 才能做快乐性格的主人 生命是一个追求快乐的过程 快乐能让生命变得温暖 快乐可以驱走内心的孤寂 快乐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快乐还可以创造幸福 快乐性性格的人不会抱怨 他们会笑对人生 在跌倒的地方也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有一次 一位并发斑白的影坛老将应邀参加电视台的一个专题节目 只限老人主注拐杖步履蹒跚地走上台来 很艰难地在台上就坐 看住这样一个被时间清楚的老人 让人们很自然地为他的身体而担心 所以主持人很关心地问道 您的身体需要经常去看医生吗 是的 常去看 老人微笑着回答 为什么呢 您的身体很不好吗 主持人很关心老人的健康 因为病人必须去看医生 这样医生才能活下去 台下的观众被老人睿智地发言逗笑了 台下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为老人乐观的精神和机智的话语喝 猜 主持人接着问 常去药店买药吗 是的 常去 因为药店老板也要活下去 台下又是一阵掌声和笑声 你常吃药吗 主持人问 不 我常把药扔掉 因为我也要活下去 仍然是掌声 主持人转而问另一个问题 夫人最近好吗 啊 还好 还是那个没有换台下的人轰然大笑 其实 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令老人高兴的无非是一些生活琐事 照顾自己的身体 与妻子永远在一起 令观众捧腹大笑的是老人话语里的幽默和 他乐观的精神 我想说的是 快乐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一个人是否快乐 不在于他是否拥有很多的财富 很大的房子 而在于他是如何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即便是一个百万富翁 也可能因为家庭的不幸福而没有快乐 即使拥有一个很大的房子 也可能因为没有大家的分享而觉得空荡荡的 快乐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生活的快乐与否 是否拥有快乐的生活 就看你是否让自己的性格定格在快乐的频道里 快乐型的性格会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快乐 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的所有困难 让我们能离成功近一点 再近一点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让自己的性格变得快乐起来呢 应该怎样做才能让快乐永远伴随在我们身边呢 一 保持同心 孩子们之所以纯真无邪 无忧无虑 就是因为他们的一颗同心 他们会因为一朵凋谢的花而哭泣 会因为别人漫不经心地夸奖而独自兴奋 因为他们容易满足 所以他们能更容易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寻找到快乐 所以如果享用有快乐的性格 就要记得时常保持一颗同心 不管你有多大的年纪 二 不为小事烦恼 人生不过区区数十载 为了一些小事而烦恼 以至于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而且还浪费生命 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损失 成功的人都知道 放弃小事带来的烦恼 才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三 学会放松 只有轻松地去应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 才能永远保持一种最佳的生活状态 学会放松 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处处充满阳光 处处充满希望 学会放松 才能让我们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 让我们更好的生活 更接近成功 四 简单的生活 生活是一种智慧的较量 简单却是智慧中最高的人生哲学 生活就是由烦恼和快乐组成的双胃菜 为食膜我们不能在品尝生活的同时 忘记烦恼 忘记忧虑 只是伴助简单快乐地进行下去呢 五 学会知足者常乐 让自己学会满足 不要总是一味地索取 不要总是对自己的生活觉得不满意 世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只有让自己能在九成美的生活中微笑 就足够了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 才能让自己感到满足 也才能活出一个真正的快乐的自己 六 让自己多点爱好 让自己忙起来 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 可以娱乐 快乐的兴趣和爱好 让自己的业余生活丰富起来 这是获得快乐的最简单的途径 也是培养快乐性格的最有效的方式 七 我们对快乐的性格有多少的了解呢 我们只是知道 当我们心情愉快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总是会事半功倍 更能激发我 创作的灵感 当我们带着快乐而乐观的心情去与朋友交谈时 不仅朋友的心情好 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好 并且大家的感情会更加地深厚起来 所以 让快乐的性格助你一臂之力吧 让他把你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快乐 最幸福 最成功的人 让自己的性格越来越快乐 让自己的气场越来越强大 让自己能更快速地接近成功 四 积极社交拓展人生 众人时柴火焰高 一位文学家曾经说过 文字一起冲锋 大象也会被征服 卡内基也曾经指出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 只有15%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和知识功底 另外的85%则需要依靠人际关系和处事技巧 他还很明确地指出 只有依靠各种技巧去认识更多的人 并让这些人成为自己的朋友 成为自己成功路上的合作伙伴 才是人生成功的关键 所以 如果你想使自己拥有良好的气场 想要收获完美的人生 就必须首先精心编织一张对自己有益的人际关系网 在这之前 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就是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社交型的性格 这样才能拓展人际关系 建立一张人际关系网 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圈子 不仅可以了解别人的优势和长处 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个社会 捕捉到更多的资讯 增强自己与别人的竞争力 同时也可以透过别人的眼光和语言来了解自己 透过别人的反应来更好地认识自己 然后发挥自己的长处 弥补自己的短处 逐渐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完美的社交型性格的人 社交 虽然只有两个字 但是其中蕴含的学问和艺术却有很多 社交是工作的需要 是生活的需要 更是人生的需要 千万不要小看它的作用 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里 如果你不会社交 那么你必然会遭到淘汰 五 善思助你以致取胜 思索是改变贫穷 创造财富的力量 思索是改变命运 创造奇迹的能源 思索是改变余味 创造智慧的勇气 一个成功的人生 就是理智的思索所创造的 一个人的气场 也会因为人的思维的改变 智慧的提升 而发生改变 具有善思行性格的人 善于以致取胜 更善于拥有成功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 各种各样的困惑 只有认真思索 善于思索 我们才能打开 通向真相和成功的大门 只有透过思考 才能让我们看到成功的希望 只有善于思考 才能让智慧充满我们的大脑 只有善于思索 才能让我们的想法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 创新的想法让我们的大脑 永远保持住年轻的状态 让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也处于一种年轻的状态 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生活的创造 人的一生都需要思索 失败的 后 需要冷静地 思索失败的原因 成功以后 需要理性地面对成功后的心境 遇到困境 需要用思索走过这些障碍 走在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需要认真的 思索前进的方向 总之 思索伴随住每个人的一生 要培养自己善思行的性格 是有秘诀的 下面给大家几条建议 一 勤于思索 要养成一种思索的习惯 对于任何事情都进行思考 然后从中找出事情的发生和起因 没有经过思考的话 和没有思考就做的事情 十万万 不可贸然去说 贸然去做 将勤于思考 变成自己的习惯 就可以使人善于动脑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善思型性格 二 不间断的思索 思索是一个连续的 不可间断的思维过程 因此 在解决问题 面对事情时 要不断地思索 对事情的起因 和别的事情 所具有的关联 问题中的 每一个细节都要进行充分而不间断的思考 这样 我们的性格就会变得越来越缜密 越来越善于思考 三 学会进行总结 思索是人的大脑对资讯进行筛选 过滤 运用的过程 思索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资讯给自己带来的用处 因此 我们要善于总结思索中所得到的结论 这样的思索 有了结果后 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 而不是在做无用之工 四 不断地反省自己 闲谈莫论人非 静坐长思挤过 思索时 最好能常常思索自己的一切 包括自己的错误 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找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然后加以改正 这是巩固善思行性格的最好方法 五 凡事多问味神魔 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往往会有很多众 而且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而一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有很多的方面 所以 不要只满足表面的答案 那样会限制你的思维的发展 对一个问题要多问味食魔 追根究底 挖掘出思索的潜力 让自己善思行的性格变得更加的深刻 善思行性格的人 会对每一件事情 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会对世界有一种和别人不同的看法 更会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 去创造奇迹 拥有成功 那么 你还犹豫什么呢? 让自己的性格变成善思行的吧 这样的性格 会让你变成一个 气场强大的成功巨人 六 做果断 敢于冒险的人 果断是一种气质 一种良好的气场特征 果断是一种人生的意境 果断的性格 更是一种具有美丽性质的性格 果断的人 让人感觉 有一种希望感 明朗感 安全感 更能带给人们许多成功的机会 优柔寡断的人 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 听过这样一句话 犹豫不决 优柔寡断 足以毁掉一个天才 即便你真的是一个 具有某种天赋的天才 也需要培养果 行的性格 不要让自己做事犹豫不决 这样的你将会成为一个最成功的天才 在工作中 果断的性格 会让你的领导能力 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生活中 果断的性格 也会让你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 当然 果断的性格 也不是天生就能拥有的 更多是靠后天的锻炼得到的 那么 要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性格变得果断 下面的几种方法可能会给你一些帮助 一 把握时机 学会决断 每个成功的人都有一些相同点 在关键的时刻都能把握时机 总是对事情做出最果断的判决 没错 只有把握好时机 才能让自己站在距离成功最近的地方 只有对事情做出正确而果断的决定 才能处理好事情 才能让自己的性格变成果断的性格 而不是错误的武断的性格 梦里走了好多路 醒来时却依然在床上 是的 即使有再多的梦想 如果不去行动 不去把握 不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么又有什么用呢 果断的性格是决定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 一 善于独立思考 不要总是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 只要自己认定了这件事 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去做 全力以赴地去实施 当然 这并不是一意孤行 偶尔听取别人的意见 或许会对你的想法和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在有些事情上的却需要一意孤行 比如 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只是走住父母 为你铺好的道路 从不思考自己是否喜欢 那你的人生还是自己的吗 在这个时候 果断地告诉他们 我要走我的路 我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那时的你 才是一个真正的具有果断性格的人 二 抓住身边的每一个机会 当有机会出现在你的眼前时 千万不要犹豫 因为机会从来都是稍纵即逝的 倘若你一直犹豫不决 换得换失 就会错失很多的成功良机 想要拥有果断性的性格 就要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的头脑 让自己知道 机会对自己有多么的重要 然后抓住它 利用它 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三 要有勇气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 其实人生一直是一个选择行事的生活 人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对于改变自己 成为果断性性格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有勇气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每一次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 人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 即使你的选择失败了也不要气馁 即便是你的选择造成了一些损失也不能逃避 要勇于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 这也是一种果断性格的表现 四 切记瞻前顾后 果断型的性格 不会让到手的机会白白溜走 在关键的时候 他们善于把握机会 他们知道在应该下决心的时候 一定不能拖拉 瞻前顾后 患得患失 否则失去的就不仅仅 只是机会那么简单 很可能就与一份成功 一个完美的人生失之交臂 五 做事情要谨慎 即便是果断的性格 也要在下决定的时候 谨慎行事 不要轻率 冒失 要不然 不仅你的决定会伤害到其他人 更会让自己陷入到一种艰难的境地 而不能自拔 果断绝不是轻率 果断是 已经做好种种假设和周密的思考后所做的正确的决定 而轻率就是一种头脑发热的冲动性决定 分清两者的区别 就意味着你已经让自己的性格变成了果断型性格了 果断型性格的人会拥有一个成功而完美的人生 因为这是他所具有的性格造成的这一切 他不会再害怕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他也不会让自己的一生在陆陆无畏中消逝 他总是用最正确 最果断的性格和决定让自己永远处于成功的顶峰 所以 为了自己也能和他一样的成功 完美 就让自己的性格也做一些改变吧 七 独立型性格让你气场强大 听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啊 就是一个人的人生 虽然在生活的过程中 朋友 亲人和妻子的存在和帮助是不可少的 但是一个人的奋斗过程 也是一个追求独立的过程 包括生存独立 竞技独立 思想独立 感情独立 人格独立 意志独立等等 独立是一个人气场强大的重要表现 独立是成就一个人的人生的基础 养成了独立的性格 我们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做命运的主人 一个没有经历过磨难的生命 会拥有更多的遗憾 虽然一个人的一生中 不可能一帆风顺 总是在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 但是只要是一个具有独立型性格的人 就是一个能够打败一切 走向成功的人 独立就意味着 离开家庭中亲人的庇佑 离开对朋友的依赖 自己一个人独立地去走自己的路 我们应该清楚 自己才是命运的主人 只有自己才能真心地帮助 自己到达成功的巅峰 到达成功的终点 郑板桥说过 留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这就是一众对于独立最恰当的解释 如果不依靠自己 谁都不能保证你的成功和人生 要怎样才能培养我们的独立型性格呢 其实很简单 一 决策自己的人生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 父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后 你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 只有你自己才能完全拥有自己 把握自己 支配自己 为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 不必去问别人的意见和想法 自己想要的 才是最重要的 二 自己 事情自己做 不要只是一味想着依赖别人 有困难的时候 就想靠别人的帮助 是最不可取的 那样的 你会慢慢的什么都不会 越来越缺乏目标感 变成一个只会依赖别人的傀儡 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 才能渐渐培养自己独立型的性格 三 不要忽略生活中的小事 生活中再小的事情 都可以是一个改变人生的转列点 不要忽略它们 在做事情时认真努力想清楚 这些小事带给自己的究竟是什么 究竟能帮助自己什么 那些小事或许正是磨练你独立型性格的东西 四 任何时候都不要灰心丧气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打退堂鼓 不要在挫折面前放弃 更不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觉得自己即使不成功也没有关系 人生不能重来 只有一刻不停地向前 才能超越时间 超越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独立型的人 五 经常激励自己 不断地做一些自我激励 不在任何一个时候放弃自己 即便是失败了 告诉自己还没有结束 这只是暂时的考验而已 从而让自己能够重新再出发 这样既保护得了自己的梦想 也深刻地背固了自己的独立型性格 独立型的性格 是一种能带领你走向成功的 最重要的一种性格 为了你的成功 为了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你需要培养出一种独立型的性格 需要改变自己 使得自己的性格越来越独立 只有当你真正独立地 面对自己的人生时 你才能真正地收获 属于自己人生的幸福和成功 幸运和成功从来 都不会降临在没有行动的人身上 只有去行动 去做 去把握时机 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培养积极行动的性格 对于打造自身强大气场注意良多 行动是一个艰难的奋斗过程 需要我们坚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承担自己的责任 成功自古以来都是源于行动 世界的一切都是行动所创造出来的果实 当一个人具有行动型的性格 就意味住 他比别人拥有更高的起点 更快地发展速度 就意味住 他比别人更接近成功 用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 生活中有很多的麻烦事 也有很多的挫折和失败 尤其是在行动的过程中 失败和不顺踪是会充斥其中 但是既然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那么就只有乐观地去接受了 然后在微笑中继续站起来往前走 这样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吗 细节可以影响一切 行动中一定要注意细节的作用 千万不要忽视细节 只有琢磨好细节才能将仆玉琢磨得更光滑 让自己的性格更完美 尤其是在行动中 在细节上的差错可能会影响一个人整体性格的发展方向 贵在坚持 凡事都要有时有中 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是成功的原因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坚持不懈的行动 努力拼搏的韧劲 当一个人的性格变得既有韧劲又集聚行动力 那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他呢 行动型的性格是每个想要成功的人都必备的最有用的性格之一 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想 也可以让你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看到希望 拥有行动型性格的人总是善于把握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时机和机遇 然后积存自己所有的力量 一瞬间爆发出自己的能力 一举获得成功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ocashanson.net